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与地迷取作深坑 有一栋爱的建筑物 首立在深坑老街的旁边 里面住着上百位不同年龄 等待收养的小孩 这里就是天主教福利会的 约纳家园 今天来到一处 庇护失去家庭的孩子 和妇女的避风港 因为有些父母亲 没有办法面对人生的难关 希望托付这里 寻找安排 最适合他们孩子 稳定生长的环境 这是我们第一站 我们从最小的婴儿室 开始来给你介绍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婴幼儿 被安置在这边呢 是啊 就是他们的妈妈们 就是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 飞育起怀孕了 那我想对每个妈妈来讲 孩子都是宝贝 所以有一些妈妈 他们有困难照顾自己的孩子 那就会思考 是不是帮孩子找一个永远的家 更适合的家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会帮 有需要找收养人的宝宝 我们就先照顾他们 婴儿室是与微物妈妈的照顾工作 做紧密相连的一个重心的工作 这里也有转介而来的个案 有健康状况良好的宝宝 也有身心障碍的宝宝 但是不论健康与否 都能获得同样的习行照顾 有没有遇到什么 最辛苦的事让人难忘 有一个等于说比较特例的 它因为算早餐 会很早餐的 剩下才830克 在医院等于说到体重 3.8公斤才出来 我们转到我们这个机构 我们整个一个团队都要非常小心之一 对 那个3.8公斤 到现在已经7.2公斤 我们最开心的这一关 那它现在也会战哦 爱爬得很好 也吃得很好 还会跟人家抢食物 当保姆金之姐说起孩子的时候 文艾的眼神自然流露而出 这里的每一位孩子 都有自己的小床和玩具 有些孩子的床前 会放上手养父母的照片 帮助他们嫌熟悉 现在到三楼了 那三楼就是我们更大一点的孩子 你看里面现在他们 就是有律动老师 在带小朋友在做律动 好可爱 发人都是这边的老师吗 对 这是我们律动的 转业的老师 那也有一些是志工 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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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楼 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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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刚从课程上面 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都会带一些 比较基本的关节的活动 我们每一次他们跟老师的接触 其实他们都是可以非常 跟老师比较亲近的接触这样子 但是其实他们在这个学习 动作模仿的学习过程之下 他们其实会有记忆 身体会有记忆 对 然后在每一次的练习之下 其实他们动作会逐渐成长 对于六岁以下的宝贝 不只是律动 我们也学习美术哦 运用各种有趣的媒材 来引发创作的潜力 老师也会细心观察孩子的状况以后 再与社工讨论接下来的学习步骤 现在带你看我们的小家 是我们儿校居住的楼层 这就是我们小家的样子 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每一个家 都差不多是这样的格局 我们希望孩子在这边 就很像在自己的家里 那也可以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所以他们真的很像一家人一样 都一起生活在一起 对 就是我们的照顾者 会协助他们完成学校的功课 那还包括说他们有时候 像手足有一些争吵 或者是在学校 有些人际的困扰 那这个也是我们照顾的叔叔阿姨 照顾的一个重点 来到儿少小家 屋内格局就像一般的家庭这么熟悉 也许我们因为家庭发生了变故 不能正常生活才来到这里 但是这里没有记过或退学的法则 而是在包容中给予教导 这都是小朋友自己建立的 他们都有职日生 扫地拖地 洗衣服那个都有排职日生 是跟小朋友自己一手包办的 对 你妈妈你在这边服务多久了 在照顾青少年孩子们 我到4月20号就满23年了 有的我们是到高中 毕业就有出去独立生活 有的做朋友还带不着小孩 那还会找你吗 会 还会找我 那你心里面看到他们这样一个一个离开了 心里面会有没有什么感动啊 或是什么样的感触 看到他们有工作 稳定的收入 身体又健康又很阳光 我就感觉我们做到辛苦有够败 大孩子们有过去的人生经验 但是小家有了林妈妈 孩子不会失去对人的信任与美好 今天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在高楼层 还有一个妈妈之家面介绍到 就是妈妈们怀孕之后 那快要生产了 那这段时间我们会提供给妈妈身体 跟心理上的一个照顾 包括生产前的心理准备 然后也安排一些课程 还有一些心理的指导 就是可能他们要抉择一下 怎么样来将来来照顾宝宝 还是说他们要帮宝宝 选择一个好的营养家庭收养孩子 住在这里的他们来自不同地方和年龄 相同的是都在未婚怀孕中 所承担的压力远超过一般结婚的妇女 然而有一位修女 以照顾未婚妈妈为终身职制 我们来的这边未婚妈妈常常是被标签 一般讲那种比较保守的 她就不敢出来 可能在家里也不被信任 在学校也不被 所以整个的她开始来 她一定是那个防卫心非常重 所以你要怎么样去跟她建立信任 那就是要有很多 花很多时间跟耐心 爱心去陪伴他们 这件事是非常困难的 可是是什么样的动力 让你会一直想要 一直做这件事 把它当成你生命的志愿 我想这就是我们 圣经上讲的吧 耶稣的招教 我觉得 很值得做 收出养孩子的决定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像在跨国收养的历程 原生家庭或收养父母 以及孩子 都会面临许多生命的重要课题 但也因为爱 度过了艰难的时刻 这些孩子和父母都很棒 12年不见的Suki 现在已是22岁的大姑娘 戴了隐形眼镜的双眼 比小时候更具灵气 我想最感动的就是那些 外国人 敢收养我们的一些 残障的小孩 身体也好 精神也好 假如我说 你们很幸福 那或许 他们会觉得 我是被我生母遗弃的 那假如我说 很抱歉 你们是被你们生母遗弃的 我觉得 对小孩也好 对生母也好 对领养也好 都不公平 跟很多妈妈 在小孩出养前 我已经跟他们讲 我说你好伟大 因为你不自私 你是真正的 那种不自私的 表达一个母爱的伟大的 我说所以 你不必内疚 那有很多 后来小孩回来了 有来看小孩 他们会见面 我们已经办了六七年 每年暑假 就有个寻根的计划 感谢的是多余一抱怨 有的开始会 可是后来跟生母见面以后 那就是只有感谢 他知道当年 妈妈做了多大的牺牲 数十年来 王强慧修女 陪伴未婚妈妈们 一同走过 最时要被尊重 和被祝福的时期 约纳家园的工作人员 也全然接受 约定与接纳的使命 全心接纳孩子们的全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